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来分享遨游第59集,孟云娇被成功抓获,在她的配合下,联峰会校派去要对她杀人灭口的杀手也一起抓到了。 可以说是人证物证捞了个齐全,省厅人马都很高兴,漂亮地立了一功。 江涛和江云天有点小郁闷,功劳被分走了不少。 此刻,他们才想起这个背后指使者,峰会校。 江云天带人赶往澳海兰亭。 警笛声将深夜安静的别墅全都惊醒,峰会校家中的女人面对警察,如同惊弓之鸟。 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峰会校不见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 调取别墅监控,结果早被关闭了。 这些女人全被带走,回去审讯,查找更多证据。 江涛和江云天两个人有些郁闷,锅里的鸭子竟然飞了,这显得他们太没用了吧。 两个人带人搜捕了一晚上,一无所获。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第二天早上,江涛就早早去向倪洪超汇报抓捕情况。 倪洪超听说抓捕全程后,也郁闷得无话可说,要不是因为江涛是他嫡系,他都想怒劈一顿直接撤职,简直是饭桶。 连个大活人都抓不到。 这件事,陆宇指挥了。 倪洪超看向江涛询问。 江涛摇头,我这边没有接到任何陆宇的消息,更没有陆宇的部署。 倪洪超微微汗手,那就好。 就算你们没有抓到峰会校,陆宇也没起什么作用,否则你们的脸就真的丢光了。 话说的点到为止,江涛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热,像是被人用力地抽打般羞愧和屈辱。 尤其想到当初,自己和陆宇竞争封都县政法委书记失败。 现在又来了,第一次案件,陆宇提出的,可以说是送到嘴边的肥肉。 自己居然都没有吃下去,显得自己非常无能,这可真够丢人。 屈辱敢袭来,他更加恼怒。 尼书记,这个案件我会尽快审讯。 封都义中的案件当初结案这件事。 江涛后面的话没有说,言外之意是陆宇有责任,想将陆宇踩下去,给自己陷入的泥潭找个垫脚的。 倪洪超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看向江涛说道,你要想清楚,陆宇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踩倒的,要是搞不好,反过来你还会蒙羞。 江涛沉默片刻,必须将主要责任推给陆宇,陆宇不是在自查自批的材料中,深刻自我剖析了吗? 倪洪超汉手,既然如此,你就把该做到位的都做了,我们再说后面的事情。 江涛重重点头,倪书记放心。 江涛离去,倪洪超倒是风轻云淡,他心情很好,陆宇越是被其他常委憎恨,对于他来说,就越是有利。 江涛去了公安局,让江云天抓紧审讯峰会校家里头那群女人,尽快找出有利证据。 同时,继续全力搜捕峰会校,公安局这边忙得热火朝天。 那一边,峰会校却穿一身毫不起眼的衣服,腰身微微地勾楼,戴着假胡子, 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二楼阳台边上,晒着太阳,看着窗外,悠然自得。 唯一的烦恼,就是肚子收不回去。 狡兔三哭,说的就是他。 躲进小楼城一桶,任儿东南西北风。 没有人知道,他峰会校能拿得起,更能放得下,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 陆宇,你们都被我耍了。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我峰会校自由,一切都好说。 峰会校一身轻松,折服起来。 县政府会议室内,杨永江正组织召开党组会。 昨晚霓虹超批评了他,明显对县政府的工作不满,这个情况必须不输整顿,否则岂不是更加被动了? 想到这一切都是路于导致,心中很是怨恨。 再想到,峰会校都逃跑了,担心自己和峰会校的事情败露,心中一片忐忑,更加憎恨陆宇。 好在峰会校音讯全无,他只能祈祷这位爷躲岩石点。 杨永江早早地来到会议室,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 其他副县长进来,见杨永江的脸色不好,纷纷沉默,找到座位各自坐下,谁也不出这个眉头。 陆宇因为接个电话,最后走进来,看看赶上开会时间。 杨永江看了眼时间,陆县长,下次开会早到一会儿,不要让大家等。 陆宇闻听,微微一愣,感觉风向不对,点点头,表示注意。 杨永江扫视一圈其他几位副县长, 昨天晚上,我去你书记那里开会,会议结束后,你书记与我交流了几句, 让我感觉当前工作压力很大啊。 众人听到这话就是一愣,纷纷坐直身体,看向杨永江,脸上都是疑问。 你书记对我们县政府各位分管的工作都不太满意,没有出彩。 哦,也不对,唯一满意的就是陆县长的工作, 夸赞陆县长工作效率很高,调研扎实。 你们分管扶贫和农业的时候,竟然都没有发现困难, 问题都是陆县长一个人发现的。 杨永江一席话,直接为陆宇拉足了仇恨。 除了锐进兴以外,现场的其他几个副县长, 看向陆宇的眼神都不太友善。 尤其是洪兴泽,因为之前与陆宇的不快,现在更加的不爽。 鸾世东本来被柳东帮安排负责农业问题, 他只是想丰富工作履历,什么都没有做出来。 如今这个评价,自然心中郁闷,一阵说不出的恼火。 就这样,杨永江一句话,成功地给陆宇拉足了仇恨。 陆宇没说话,心中却是冷笑,杨永江的智商真的让他怀疑, 很显然,这是倪洪超书记故意在利用他好不? 他怎么就像是白痴一样,想不明白呢? 杨永江不知道这一点,继续说道, 陆县长,你是常务副县长, 很多县政府的工作担子应该挑起来才对, 你眼光独到,工作能力突出, 应该对其他副县长的工作多多指导和督促。 陆宇点头,没问题,居然同意了。 只是陆宇的同意,被其他副县长听着刺耳, 那就是陆宇要领导他们,凭什么? 那么年轻,心中自然不爽。 杨永江看到众人的变化,心中很高兴, 于是弯起嘴角说道, 陆县长,何西镇招商引资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 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了陆宇。 这回,陆宇倒是没想到, 杨永江竟然会用回马枪了。 县政府的党组会,所有副县长都在, 不是杨永江单独面对陆宇安排工作, 众目睽睽, 这让杨永江在安排工作的时候, 就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面,杨永江这头蠢驴, 已经帮自己拉足了仇恨, 一个尼书记只对自己工作满意。 惹怒了其他副县长。 这种情况下拒绝, 等于做县城的靶子, 杨永江会很开心, 促成他们同仇敌忾。 想通这一切, 陆宇心中有了主意。 杨县长安排工作, 我当然接受, 不过有个情况, 我要提前说清楚。 陆宇微笑看向杨永江。 陆县长请讲。 杨永江心中得意冷亨, 面子上故作敞亮。 既然我负责, 那我就要有决定权, 杨县长能同意吗? 陆宇问道。 决定权? 杨永江立刻想到了盛氏集团, 陆县长不会要内定谁来中标吧? 陆宇摇头, 不会, 中标与否, 要看各公司的竞标条件, 我不会以公谋私。 那就好。 身为你的直接领导, 虽然不想说, 可我还是要提个醒, 招商引资, 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必须把握合法的底线, 不能为特殊关系开绿灯, 切记招商引资变了职。 杨永江一番卖弄, 外加敲打, 自己很满意, 他明口茶, 扫一圈洗耳恭听的众人, 不紧不慢地问陆宇, 不知道, 陆县长所说的决定权, 是指什么呢? 陆宇淡然一笑, 完全不把杨永江的映射放在心上, 首先, 我有权制定严格的竞标标准, 保证和西镇及招商企业双方的良性互动, 确保竞标公司遵守规定, 不搞恶意竞标。 嗯, 可以。 杨永江点头同意。 其次, 我要能够实行严格的裁判标准, 凡是不按照规定竞标, 或者是恶意竞标, 或者企业自身有内部问题的竞标, 我能直接将对方一个亿抵押金没收。 一边的洪星泽听了, 眼皮当即一跳, 怎么这样熟悉? 会不会太严厉了? 杨永江想到李和风的身份, 连忙托词。 当日紫情文化传媒公司在开源地块净拍的教训, 我们一定要深刻汲取, 因为紫情公司的差错, 导致开源地块净拍失败, 到现在还处于流拍状态, 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和西镇发展, 清平村扶贫, 底子都比较薄, 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我们必须防止出现企图用一个意, 恶意翘蛙绿水青山的恶劣行径。 陆宇没有理会洪星泽的反应, 直接在他和杨永江的伤口撒了一百言。 在场众人的脸色一下子精彩起来, 虽说事实如此, 可这么直接讲出来, 可就是不讲情面的二愣子了。 这回有好戏看了。 杨、红二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 眼含恼怒, 却只能恶心地忍住, 活像两个受了欺压的小媳妇。 那的确是事实, 结果呢? 丰都县财政白得了一个亿。 坏事不是变好了吗? 陆宇这根脚屎棍, 得了便宜还卖怪。 杨永江略做思考, 忍着牙根腾说道, 维护我县的经济发展安全是第一位的, 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为此, 我同意。 陆宇点头, 接着说, 我最后的一个条件是, 他停顿一下。 是什么? 杨永江问, 要真的出现那种情况出现, 留下的一个亿, 全部由我支配, 用于支持扶贫和农业发展。 陆宇说完, 盯着杨永江, 身子向后一样, 大咧咧靠在椅背上, 摆出一副你不同意, 我就不接手地耍赖态度。 杨永江沉默了。 其他副县长都看向杨永江。 杨永江思考好一会儿, 陆县长, 要是真的出现那种情况, 不能都给你一个人支配。 班子都是一体的, 哪一块儿不重要? 哪一个不是等你下锅? 一句话说到心坎上, 众人纷纷点头。 陆宇没有说话, 等着他继续解释。 先不说会不会有, 就算有, 你也知道, 那种钱, 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到时候, 估计是上常委会会决议。 杨永江继续说道, 杨县长, 我的底线就是至少一半, 要是一半都达不到, 这份份外的工作, 我就不接了。 陆宇看向其他副县长, 扶贫和农业, 本来就是资金少, 任务重, 困难多的工作, 没钱是举步维艰。 就像之前和西镇修桥, 要是有可调配的扶贫资金, 就会简单很多,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说了, 这就是净花水月, 未必能得到的钱, 毕竟天上不总掉掉馅饼, 你们说是吧。 陆宇又换了个口吻, 就是讨论一种可能。 杨永江一想也是, 看向其他副县长, 大家都说说, 你们的意思。 洪兴泽坐直身体, 陆县长, 你这个假想, 确实有点空, 确实可能就无法出现, 想法有些远了。 陆宇点头, 洪县长说得对, 就算真有这种事情发生, 能不能给县里留下一半, 还不好说, 到时候真要是给不到一半, 你全部拿去支配了, 那么杨县长呢? 在座的诸位呢? 洪兴泽故意挑拨。 是啊, 杨县长分配才合理。 史宾民跟着附和, 说得更直白。 江云天和鸾世东没有说话, 也跟着点头, 表示支持洪兴泽和史宾民的意见。 只有锐进兴没有开口。 杨永江心中很高兴, 对于这些人的支持非常高兴, 而且, 这些人也替自己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就看陆宇怎么决定了。 他, 毕竟是县长。 官大一级, 你就得听话。 现在安排一个任务, 陆宇竟然提出三个条件, 完全不符合常理, 这就是不听话。 陆宇倒是很平淡, 作证了看向众人, 两手一摊, 大家的意思我明白, 各项工作都需要资金支持吗? 杨县长是班长, 我也知道, 但我呢? 我现在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 作为常务副县长, 我就是个被架空的人, 手中无钱无权, 手下无兵无将, 扶贫和农业又是国际民生的部门, 要不, 大家谁和我交换一下, 如何? 杨永江等人脸色尴尬了, 本来以为施压的结果, 陆宇会同意,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买账。 这番说辞简直绝了, 历来被架空的人都不好意思提自己的处境, 那等于承认自己没本事, 多丢人。 陆宇不以为耻反以为容, 这么直通通地甩到桌面上, 一点官场的面子都不顾了。 这,难堪了。 洪兴则看向杨永江, 后者脸色阴沉。 众人不好观看, 纷纷摸起茶杯, 像摸名贵瓷器一般, 或是拿笔专注的, 对着空白的笔记本。 杨永江想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为了烂尾坑掉陆宇, 尤其是现在, 峰会校失踪, 礼和峰竞标, 结局肯定会烂尾, 陆宇休想躲开。 杨永江索性直接点头, 这件事就按照陆县长的要求落实好了。 洪兴则等人脸上都是姓姓然, 违心地点点头。 陆宇汉守, 既然如此, 会后我就做方案, 不知道常委会何时开。 你书记说三天后,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 估计等我们拿出具体方案呢。 杨永江回应, 好, 我上午完成。 陆宇保证道, 现在有个新情况。 杨永江灰苍蝇一般, 白手说道, 李和峰想要实地考察, 根本没有必要, 和西镇, 包括清平村的情况, 都直播宣传了很久, 不仅在座的大家清楚, 看过直播的网友也都清楚, 这个要求纯属画蛇添足。 和峰农业如果是真诚投资, 必会提前收集了解各方面资料, 这么显而易见的直播资料, 怎么会不知道? 而且,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盛世集团与签和果业都没有提出, 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了。 陆宇直接反对, 既然陆县长负责, 你就统筹安排好了。 杨永江不知道, 考察要求背后有峰会校的企图, 想想也的确多此一举, 索性懒得管了。 陆宇点头, 杨永江宣布散会, 这件事总算是推给了陆宇, 同时, 江尼洪超对于政府工作不利的不满, 也明明白白表达给了其他几位副县长, 算是提醒了。 成功地推给了陆宇责任, 又为陆宇拉足了仇恨。 很完美。 杨永江满意地笑了。 回到办公室, 陆宇心中高兴, 之前他的确不想管这个招商引资, 现在形势已经大变, 放权给自己管, 反而是好事。 更重要的是, 他盯住了李和风的保证金。 陆宇掏出手机, 给齐雅如打电话, 让他将和风农业的情况调查清楚, 尽快给他送来一份。 齐雅如当即安排落实。 陆宇开始埋头工作, 细致地制定细则和方案。 两个小时后, 材料送给杨永江。 杨永江看后, 又是一阵逆味。 陆宇的工作, 总是让人挑不出毛病。 杨永江一字未动, 直接上报霓虹超。 霓虹超看后很满意, 确定中午十二点召开县委常委会, 准备研究通过, 启动竞标。 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 陆宇接到齐雅如送来的和风农业历史史末, 以及资金流转情况。 陆宇看后心中大定, 带上这些资料, 赶去常委会。 常委会会议室, 正是休息时间, 现在紧急开会, 一众常委不约而同泡了浓茶, 想要依靠浓茶来提起略有松弛的神经。 陆宇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江涛的目光几次扫过陆宇, 心中都很腻歪, 确切地说他很不爽。 明明自己也是一个年轻干部, 也是觉得自己年轻有为, 却在陆宇面前什么都不是, 这让他有种乌云笼罩的郁闷。 想到风会笑这只到嘴的鸭子, 莫名其妙就飞了, 更是恶心地想要掘第三尺。 十二点, 霓虹超与杨永江两个人一起进来, 众人坐直身体。 霓虹超坐下, 扫视一圈众人, 大家都辛苦了。 主要是何西镇和清廷村的竞标工作太过急迫, 我们不得不抓紧时间。 今天上午, 陆宇县长刚刚接手分工, 立即着手制定了细则, 非常高效, 工作能力非常强, 年轻有为, 是位不可多得的干部啊。 作为一个县的一把手, 就算与陆宇有天然的仇敌关系, 他依然需要这个做事的人, 依然需要摆出一把手的心胸和风度, 所以, 观面客套的表扬还是必要的。 只是这番套话, 让树人打翻了醋坛子。 陆宇含笑点头, 应该的。 现在就开会吧。 大家都看看, 这个细则怎么样。 秘书张强立刻起身, 将陆宇那份材料分发给大家。 霓虹超看向众人开口, 希望将眼前的情况尽快确定下来。 秘书长沈胜时坐直身体, 看向霓虹超说道, 霓虹几, 这个细则我仔细看了, 总体上没有问题, 只是关于那个没收保证金一个亿, 是不是太严厉了? 会不会让有些企业直接退出呢? 霓虹超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焊手, 看向其他人。 江涛立即开口附和, 我也觉得这个条件有些苛刻, 企业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一个亿, 可不是小数目。 换作我来投资, 我肯定不会同意。 两个人开口, 其他人也都陆续跟着发言, 多多少少都对这条有点意见。 本来嘛, 招商引资, 投资企业是大爷, 霓虹现在搞得相为大爷。 想到参与竞标的三家公司, 想到盛世集团, 很自然的, 很多人表情微妙。 霓虹超一直没有说话, 事出突然, 他在思考。 突然, 他的眼皮挑动两下, 顿悟一般有了自己的判断。 这是盛世集团要变相地给陆宇塞钱, 好让陆宇有钱完成扶贫目标和推动农业生产。 真是该死。 这个女人为了陆宇的政绩, 真是拼了。 一个亿, 对于其他公司来说是钱, 对于盛世集团, 就是不起眼的数字。 想通这一切的霓虹超, 看向陆宇, 陆县长, 你这个细则, 是为了保护我们丰都县的利益安全, 想法没有错, 我很肯定。 但是这样的要求过于苛刻, 大家说的情况, 也不得不考虑啊。 杨永江事实地跟进, 陆县长, 上午县政府党组会上, 我没有说这个情况, 事实上, 也是有着顾虑的。 此刻, 整个常委会, 就连支持陆宇的焦泽磊和报名国都侧面提出意见, 表示陆宇的招商条件和要求都太高了。 当然, 他们也是好心。 陆宇却显得非常自信, 你书记, 既然这样, 招标工作本来就要 加快进度, 我们直接将三家参与竞标的企业一起叫来, 现场研究如何? 胡闹, 我们都没有统一意见, 就让企业参加研究。 杨永江历生说道, 霓虹超没有说话, 默认杨永江的意见。 沈胜石严肃地说道, 陆县长, 你要是拿这个细则给人家, 对方可能直接撤资, 不参与竞标了, 这件事可就搁浅了。 你说这个情况怎么办? 我相信, 真正想来投资的企业, 必定看到了何西镇和清平村的价值, 不会轻易离开。 不想投资的企业, 你就算是倒贴, 求着人家, 人家也未必留下。 我的意见, 就是现在一起叫来, 索性连招标工作一起开展了。 陆宇明白众人的猜想, 看向霓虹超, 我们所有常委都在现场, 总不能保证不了公平吧。 陆宇这个提议, 前所未有, 真就把所有人弄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确定这不是儿戏吗? 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还非常的正常高效。 他们能来吗? 霓虹超看向陆宇问道, 联系一下, 试试呗。 陆宇坚持道, 那就联系吧。 霓虹超点头同意, 其他人也就没有意见。 工作人员直接在常委会会议室内免提拨打电话。 首先拨打的是盛氏集团圣灵云的电话, 对方一听说, 当场同意, 表示立即过来。 霓虹超心中恶心地不停反胃, 怎么看怎么觉得, 那女人和陆宇就是一副负唱负随的样子。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 他现在有了一种恶毒的想法。 霓虹更希望其他企业都不来, 好好地打脸陆宇。 本来这么严肃的会议, 这么空前绝后的提议, 就非常不严肃, 堂堂常委会, 怎么能开成这样? 他同意, 是给陆宇挖坑。 圣灵云的盛氏集团一个同意, 他无所谓, 总有其他人拒绝。 工作人员接着拨通千和果叶董事长杜千和的电话, 后者听说后, 立即同意过来。 霓虹超和杨永江对视一眼, 两个人有点腻歪, 这些人怎么回事? 怎么都像是支持陆宇的呢? 现在就寄希望于李和风的身上。 当打通李和风的电话以后, 李和风当场拒绝, 坚决表示没有调研, 是不会立即投资的。 霓虹超和杨永江心中舒畅很多。 陆宇将工作人员手机接了过来, 对着电话另一端的李和风说道, 李董,调研这件事我们不会安排了。 而且,盛氏集团与千和果业 已经赶来准备竞标了, 你要是不来, 等于直接退出竞标。 陆宇的这句话说完, 不仅仅李和风, 包括常委会的人都愣住了。 忘记告诉你了, 现在这个招标工作 由我陆宇全权负责, 所以我的意见, 就是决定。 陆宇补充道, 霓虹超等人都到了嘴边的话, 没法说了。 另一边, 李和风很是恼火, 但是想到峰会孝的安排, 只能忍着怒火说道, 我与其他董事商量一下, 一会儿回复。 他挂断电话, 立即给峰会孝拨打电话。 结果, 关机了。 给姐姐李美兹打电话, 也关机了。 李和风并不知道 峰会孝已经逃走, 更不知道 姐姐李美兹正在警察局接受调查。 这下他彻底失去主心股。 李和风居然天真的以为 峰会孝和姐姐在办事, 想到之前已经吩咐过 让他把这件事做好, 保证金那么多也都交了。 犹豫片刻, 电话回拨过去。 工作人员看到李和风电话, 按下接通, 直接免提。 告诉陆宇, 我现在过去参与竞标。 李和风故意说得非常硬气, 更是霸气挂断电话。 现场的霓虹超等人 就像是见了怪物, 陆宇的这种无耻操作, 竟然能成功。 简直匪夷所思。 霓虹超看了眼杨永江, 发现对方也很是郁闷。 十分钟不到, 圣灵云第一个到达。 雪白的貂皮大衣微微敞开, 红色的羊毛衫紧紧地贴在身上。 黑色的毛泥裤下是极西的长筒靴, 整个人身上透着女人尊贵的 撒爽魅力与柔美风情。 再配上完美的脸, 简直就是上天制造的一个艺术品。 它的出现, 让整个会议室内的人 都忍不住微微心动, 爱美之心吗? 霓虹超的脑海中浮现出 陆宇给圣灵云暖手, 还有给圣灵云喂菜的画面。 她的一颗心就像是被捅了一刀般疼痛。 这个美丽的玉姐, 凭什么属于陆宇? 就该自己这种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 有道是, 自古情敌是死敌, 素来怨偶是冤家。 霓虹超的内心生起愤怒, 一腔恼火, 她非常坚定地下了决心。 今天的竞标, 绝对不能让盛世集团成功。 圣灵云自小见惯了各种场面, 已经微微汗手, 看向各位常委, 嫣然一笑, 各位领导好。 唇红齿白, 声音甜美, 心香夺人, 众人都下意识地点头回应。 陆宇看向工作人员, 给圣董安排座位, 竞标细则, 也给发圣董一份。 霓虹超看到陆宇这般热情, 心中更加恼火, 暗怒道, 搞得这里好像是你家一样。 这个常委会, 是所有常委的会议, 更是我这个一把手主持的会议, 简直不分大小。 霓虹超心中怒火生腾翻涌。 谢谢陆县长。 圣灵云眼波流转, 对着陆宇开口, 性眼中笑意涌动, 爱意自然流淌。 陆宇反而不好意思了, 心中暗道, 众目睽睽啊姐姐, 你这不是故意刺激霓虹超吗? 这哥们现在都快成老谭陈醋了。 两个人的这副表情对话, 正好被霓虹超看个满眼, 他更是窝火。 工作人员给圣灵云安排好座位, 将细则给了圣灵云。 圣灵云翻看两页, 嘴角弯起弧度, 直接放下不看了。 其他常委好奇, 霓虹超忍不住看向圣灵云问道, 圣董为何不看看这个细则, 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严格的。 我看了开头, 就知道是陆宇制定的, 他定的细则, 我都同意。 圣灵云落落大方地回答, 好个直言不讳啊, 中肠尾牙都到了。 霓虹超嘴角抽搐两下, 他简直不明白了, 圣灵云是不是眼睛有毛病? 怎么就能看上陆宇呢? 这个常委班子的臭鸡蛋, 要不是看到陆宇的手机 一直放在桌子上没有动过。 霓虹超都怀疑陆宇和圣灵云私下定了攻守同盟。 圣灵云淡淡微笑, 陆宇心中只有老百姓, 他制定的这个细则, 肯定为老百姓和政府着想, 肯定是约束我们这些投资者合法开发的。 霓虹超不甘心, 点点头说道, 的确如此, 作为投资企业, 感觉这个细则过分吗? 为什么过分呢? 圣灵云反问, 霓虹超被问得哑口无言。 圣灵云似乎很高兴, 看到他吃别, 继续说道, 作为一个励志长期发展的企业, 企业价值需要赚钱, 更要回报社会, 这样才是真正的良性发展。 你们县的招商条件虽然苛刻, 但那是暂时的, 也是必要的, 长久来看, 我们还是赚钱, 而且还能紧跟国家的扶贫步伐, 于公于私, 都大有必义。 我怕什么呢? 嗯, 仲常委有点猛了, 上赶着花钱, 还这么甘愿, 这么有道理, 福气。 霓虹超的心, 就像是被塞了一团海草, 呼吸有点粗重, 真特么的, 有种负唱负随的感觉。 陆宇赶紧抓起茶杯, 假装喝水, 这位姐, 真是牛啊, 什么都敢说。 这样下去, 霓虹超想不拍桌子都难啊。 杨永江等人, 也同样不爽, 一场严肃的招标会议, 竟然成为两个人秀恩爱的舞台。 就在这时, 杜千和与李和风一起走进来, 给两位董事长安排座位。 这回, 霓虹超主动说道, 这句话出口, 现场的人都已经明白了, 这就是在向大家传递信息, 就是在告诉他们, 绝对不能够让盛世集团中标。 沈胜石和江涛等支持霓虹超的人, 已经纷纷坐直身体, 等着借机发威了。 杜千和与李和风, 两个人坐下, 立即有工作人员将细则送过来。 两位董事长, 请看看这个细则, 这是我们丰都县负责招标工作的陆宇县长制定的。 要是有什么意见, 可以当场提出来。 杨永江开口说道, 杜千和与李和风纷纷点头, 翻看起来。 两个人看到里面的规定, 忍不住一起皱起眉毛。 倪洪超和杨永江相视一眼, 都很高兴, 要是这两个人反对, 那竞标就算流产了, 这个结局会让陆宇非常难做。 他们甚至可以借机批评陆宇以权谋私, 暗指勾结盛氏集团。 李和风趴的一下将细则合上, 不倾不重地甩在会议桌上, 你们现想招商, 还是想坑钱。 这么没有诚意的招商引资, 这个细则不公平, 我不同意。 若是这个要求, 企业的资金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么乱搞, 我怀疑你们的招商诚意, 大不了我的和风农业退出竞标。 杨永江听完, 微微汗手, 表示鼓励。 李和风表现得更加自信, 更加猖狂。 倪洪超脸色故作阴沉, 但是心中乐开了花, 都退出竞标才好呢。 他看向杜谦和, 杜董怎么看? 杜谦和和尚细则, 眉头耸动两下, 没有立即说话。 倪洪超有些压抑不住喜悦, 猜想对方会拒绝, 毕竟压一个亿保证金放在县政府, 谁都得掂量掂量不是。 再说, 开发不慎, 这钱可就直接归了县政府, 谁也不想击飞淡打不适。 他立即引导说, 要是有意义, 可以说出来共同研究, 不必顾虑。 我同意这个细则。 杜谦和语气平静地说道, 倪洪超, 脸上的笑容都凝固, 不知道该怎么表情了。 在他看来, 不是傻子, 就注定弃权的事情, 怎么竟然。 同意了。 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想再次开口询问。 可是, 杜谦和已经将细则放下, 人家完全同意, 倪洪超只能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他看向杨永江, 似乎在询问, 确定杜谦和不认识陆宇吗? 杨永江同样满脸猛逼, 除了县政府会上见过面, 陆宇之前都没接触过这些人, 不可能认识啊。 怎么就答应了呢? 财大气粗, 他忍不住好奇地看向杜谦和, 提示道, 杜董, 我们这个竞标细则 是陆宇县长亲自制定的, 里面的内容还是非常严格的。 杜谦和点点头, 谁制定的我不管, 我只看内容, 这个内容我是同意的。 杨永江张张嘴, 说不出话了。 霓虹超很是郁闷, 喉咙里面像塞了苦瓜条, 这个陆宇是不是有狗屎韵? 只好转向反对的李和风, 李董反对是吗? 李和风不明白官场上的弯弯绕, 不知道眼前正在明争暗斗, 立即点头, 对。 我反对, 那你就退出好了。 陆宇当场说道, 现场彻底安静。 李和风疼地站了起来, 常言道, 有钱的是爷, 投资的是大爷, 陆宇现在可好, 竟然要冲大爷。 这也太反常了吧。 所有人都被陆宇这个态度惊呆了。 当然, 也有惊喜的, 那就是圣灵云, 眼里都是欣赏, 眼珠都在放光, 就像在说, 这就是我男人。 霓虹超和杨永江都要气疯了, 两个人更加确定, 陆宇就是为了扫平障碍, 让盛世集团中标。 李和风突然被晾在了当场, 自己只是发泄不满, 如今陆宇直接让他退出, 这该如何是好? 刚刚大学毕业的他, 何时见过这种情况? 李和风心中都是茫然, 有些不知所措的, 看向陆宇等人,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杨永江想到自己的计划, 就算峰会笑跑了, 也还可以按照计划执行, 连忙开口说道, 陆县长, 对于前来投资扶贫的企业家, 还是客气一点的好。 这是我们丰都县委县政府该有的态度。 杨永江又看向李和风, 李董,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三家公司, 已经有两家公司同意了, 你现在要是退出, 那就是弃权了。 李和风真的有点猛, 更有点焦急, 现在自己联系不上姐姐和风会笑, 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眼前的情况。 犹豫片刻, 想到当初风会笑给她的任务就是中标, 心一横牙一咬, 脖子一梗说道, 我还偏不退了。 说完, 坐下了, 杨永江心中长出一口气, 霓虹超心中舒爽不少, 现在只要多一家, 就多一份希望将盛世集团给挤出去。 既然三家公司都同意, 大家都在, 我们就直接开始竞标好了。 现在, 请几位董事长对自己的投标方案进行五分钟概述, 我们现场打分。 杨永江也跟着点头, 目光在其他常委的脸上扫过, 一副大家都懂得的意思。 陆宇看向圣灵云等三个人, 哪位首先介绍? 我来吧。 圣灵云很自然地开口。 当然, 也再次给人一种支持陆宇, 付唱付随的感觉。 霓虹超心塞得满满的, 密不透风般难受和郁闷。 我们圣市集团, 初步建设方案是在河西镇建立弥猴桃深加工工厂, 然后在清平村的山上种植药材, 将清平村打造成中药材基地。 圣灵云开始介绍起来。 总的来说, 他的介绍重规重矩, 没有特别的亮点, 但是也能让人相信将河西镇与清平村发展起来。 圣灵云介绍完毕, 看向众人, 淡然一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盛世集团在丰都县的投资。 陆宇微微汗手, 看向杜千和与李和风, 接下来谁介绍? 我来吧。 杜千和说道。 霓虹超点头。 杜千和起身, 将弥猴桃深加工, 以及将清平村打造成旅游度假村的想法说了出来。 杜千和说的就是圣灵云当初与陆宇规划的, 只是现在抛头露面地成了它。 至于圣灵云刚刚说的, 那就是盛世集团的官方说辞而已。 杜千和的发展规划, 让霓虹超等人都是眼前一亮, 很是欣赏。 不过, 杨永江更加期盼的是李和风中标, 看向李和风, 李董, 说说你的规划吧。 李和风完全是个傀儡, 他哪里有什么规划。 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也不白给, 复制粘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立即将圣灵云和杜千和的规划综合了一下, 让他的规划变得更加高大上。 他刚刚介绍完毕, 杨永江就带头鼓掌, 表示非常欣赏。 其他常委也跟着鼓掌, 尤其是陆宇, 掌声最响亮, 这把众人又搞猛了。 李和风的眼中满是兴奋和激动, 很期望立刻回去看到峰会笑, 相信一定会被姐夫表扬。 倪洪超心中高兴, 这样一来, 就盛世集团的获评最差, 而且也是方案最差。 他看向其他常委, 我们现在就按照刚刚的顺序打分, 然后当场量分好了。 其他常委纷纷点头, 开始现场打分。 杨永江第一个打完分, 故意在递给工作人员时不小心漏了一下。 有人看到上面写着 和风农业十分, 千和果业九分, 盛世集团八分。 这个露出来, 让很多人都有了大概的底, 纷纷开始效仿打分。 很快分数就打完, 工作人员收到一起。 倪洪超看向工作人员, 现场宣读分数。 工作人员点头, 立即按照顺利整理完毕。 倪书记给和风农业打分九点五分, 千和果业九分, 盛世集团八点五分。 杨县长给和风农业打分十分, 千和果业九分, 盛世集团八分。 成书记给和风农业打分九分, 千和果业八点五分, 盛世集团八分。 陆宇副县长给和风农业打分六分, 千和果业九分, 盛世集团八分。 工作人员宣读完分数, 大家基本一下子确定, 第一名就是和风农业, 第二名是千和果业, 最后一名是盛世集团。 杨永江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看向李和风, 李董真是年轻有为, 让我们佩服, 我们和西镇脱贫有望啊。 看到竞标成功, 李和风也非常高兴, 做得格外挺拔, 感谢各位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我们和风农业 一定会将和西镇与清平村的投资 做好做精, 带动共同富裕, 推动公司进一步发展。 啪啪, 杨永江带头鼓掌, 自古英雄出少年, 果真如此, 真是让人佩服啊。 其他人也纷纷鼓掌, 只有陆宇没有鼓掌。 杨永江心中不爽, 看向陆宇, 陆县长刚刚给和风农业打分最低, 是不是有什么成见呢? 说完, 目光还拐了一眼圣灵云, 言外之意就是陆宇支持盛世集团, 如今盛世集团得分最低, 心中不爽, 所以故意冷淡。 他的询问, 把所有人目光都引了过来, 众人的目光中都是相同的判断。 陆宇对于众人的目光倒是没有在意, 而是看向霓虹超, 霓虫几, 结果出来了, 对吗? 霓虹超诧异了一下, 点点头, 出来了, 和风集团已经获胜了。 李和风看向陆宇, 陆县长想改变竞标结果吗? 语气挑衅, 言外之意在说陆宇想要以权谋私。 陆宇却淡定一笑, 看向李和风, 李董也确定要履行合同了, 是吗? 是的。 李和风傲然说道, 那这个细则, 李董也看了, 是吗? 陆宇晃动一下合同问道, 看了, 你那些条款我都知道。 李和风不耐烦地回应道, 陆县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永江不满地问道, 我的意思是, 和风农业违反细则了。 陆宇说完, 脸上都是兴奋笑容。 违反细则, 现场众人都连忙翻看细则, 想要找出具体哪一条。 李和风也连忙去翻看, 陆宇却不急不缓地说道, 都不用看了, 里面是没有的, 众人就是一愣。 陆宇将面前的档案袋打开, 拿出齐雅如给准备好的证据, 递给工作人员, 给每个常委复印一份。 工作人员连忙去复印。 李和风额头开始冒冷汗, 心中隐隐不安, 恼怒地看向陆宇, 我哪里违约了? 你真是胡说八道。 其他人也都看向陆宇, 眼神中都是询问。 尤其是霓虹超, 有种常委会被陆宇操控了的感觉, 真是不爽, 目光冰冷地看向陆宇, 等着陆宇回答。 细则中明确规定, 凡事不按照规定竞标, 或者是恶意竞标, 则是自身有问题仍参加竞标的, 会将对方一个亿保证金 直接予以没收。 陆宇看向李和风, 没有解释为何, 反而说起了这一条。 我没有不按规定竞标和恶意竞标, 刚刚不是你们按照流程走的程序吗? 李和风怒声说道。 李懂, 不要激动, 你看看这一条, 里面是三个条件。 陆宇笑着提醒, 你想要说我们和风农业有问题吗? 纯属诬陷。 李和风非常自信, 风会笑是丰都县最大的企业家,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陆宇听到这个询问, 反而笑了, 没错。 和风农业就是自身有问题。 我自身有什么问题? 李和风怒问。 杨永江也盯着陆宇, 眼神中都是质问, 这是他前妻联络的公司, 也是峰会笑特意安排的公司, 要真的被陆宇查出来有问题, 责任在他, 所以心中暗暗郁闷。 工作人员复印完回来, 分给各位常委。 陆宇坐直身体, 大人看向倪洪超和杨永江, 倪书记, 杨县长, 各位常委, 今天上午, 杨县长将这个工作交给我负责以后, 我对三家公司都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和风农业的资金背后 存在严重的问题。 陆宇说到这里停顿下来, 给其他人看那些复印件的事件。 此刻大家已经发现, 这个公司刚刚建立几天, 而李和风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心中都是一阵狐疑。 霓虹超不满地看向杨永江, 仿佛在问他怎么联系的公司, 怎么把关的招商资格。 杨永江心中恼火, 看向陆宇, 陆县长, 就算和风农业刚刚成立, 而且李董年轻, 这也不能说存在问题吧。 陆宇微笑点头, 李董年轻, 以及公司刚刚成立, 都没有问题, 这属于年轻有为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 杨永江更加恼火地问道。 问题的关键是, 和风农业成立的资金是唐风集团转让的, 确切地说是峰会笑出资的。 你们说, 这有没有问题? 陆宇笑着看向众人, 最后看向江涛。 江涛感觉连火辣辣的热, 就像被人狠狠地抽了一些把子。 杨永江脑袋里嗡的一声, 眼前的陆宇就像个怪物, 这也能发现。 霓虹超恨得紧紧握一下笔, 心中恼火地就要爆炸, 他知道陆宇肯定提前调查了, 所以才制定这些所谓的细则, 牵着大家的鼻子走, 目的就在请君入瓮, 让李和风乖乖就范。 阴险, 又被耍了。 李和风听到陆宇说的这个解释, 反而不紧张了, 甚至开始变得高傲起来, 是唐风集团给的钱又能如何? 峰会笑是我姐夫, 她是你们风都县最大的民营企业家, 她这是在变相地支持你们风都县的发展, 你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哼! 她的话出口, 杨永江感觉就像被雷击了一下, 嘴上眉毛, 办事不劳, 果真就是如此。 她已经恼火地要疯狂了, 甚至恨不得将李和风的嘴塞起来。 其他常委也无比震惊, 纷纷看向李和风。 李和风以为他们害怕了, 反而更加高兴和狂傲, 要是这样, 你们就说我违反戏责, 说出去就成了笑话, 你们风都县委常委都会成笑话, 你们确定要这样吗? 得意! 狂傲! 在她看来, 这些人都要傻眼了。 然而, 陆宇却笑着看向了江涛, 江涛现在都要气炸废了, 峰会笑没抓到, 现在峰会笑的小舅子 竟然还打着峰会笑的名义 到常委会上来装逼, 这真是天大的嘲讽。 李和风简直是个傻子。 你书记, 我请示将李和风带去审讯。 江涛压抑疯狂地怒火说道, 倪红超也是恶心直反胃, 自己支持了好半天, 竟然支持的是一个在逃犯的亲属, 这要说出去, 可是丢死人了。 杨永江这是想害死自己吗? 马上让公安局长江云天来带人。 倪红超咬牙切齿地说道, 江涛当即拨打电话。 李和风感觉到不对劲, 墨地站起身, 看向倪红超等人, 你们什么意思? 峰会笑, 现在是通缉犯。 陆宇笑着说道, 啊? 李和风吓得脸色苍白, 他心目中神异般的峰会笑, 竟然是通缉犯。 你现在最好不要乱走乱动, 更不要反抗, 否则就是拒捕, 情节更加严重, 最佳一等。 陆宇提醒, 扑通。 李和风吓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接着挖得一声吓哭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我姐姐李美兹让我成立公司, 说是我姐夫峰会笑出钱, 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 而且, 而且我一分钱都没有花, 没有动啊。 你们可不要抓我。 霓虹超气得直闭眼镜。 杨勇将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真担心李和风会说出自己的名字。 陆宇看向江涛, 江书记, 我建议将他带出去算了, 我们的竞标还要继续进行吧。 江涛有些郁闷, 只能是站起身, 亲自带着秘书和工作人员, 将李和风带了出去, 等着江云天前来抓人。 想到自己堂堂政法委书记 沦落到亲自带头抓人, 而且是在常委会上, 真是笑话。 再想到自己抓不到峰会笑, 发现不了李和风, 陆宇却是云淡风轻, 当众人脏病祸, 更是郁闷地想要吐血。 陆宇看向倪洪超, 刚想说话。 倪洪超已经直接开口。 既然和风农业自身有问题, 那就顺言到第二名, 千和果业中标。 倪洪超说。 众人纷纷点头。 倪洪超看向杜千和, 杜董觉得呢? 绝不能重新打分, 大家对千和果业的熟悉程度, 可不及盛世集团, 慎重其见。 多数常委必会考虑盛世集团, 这么一来, 岂不如了陆宇的意? 绝不让这两个人如愿。 圣灵云当然能看出 倪洪超的用意, 眼中都是鄙视。 感受到圣灵云的目光, 倪洪超心头郁闷, 非常烦躁, 这就是他的选择。 绝不允许陆宇和圣灵云 两人再一次郁闷他。 杜千和没有说话, 在一众常委的注视下, 陷入了沉思。 倪洪超有些焦急, 杜董有顾虑。 杨永江也跟着着急, 杜董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杜千和点点头, 何止有顾虑? 亲眼目睹和封农业 违反细则, 亲眼目睹李董事长 换地方喝茶去了, 我可是压力重重啊。 说完, 直接闭口不语。 杜千和的用意 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都想到了四个字, 吐死湖杯。 谁能保证 自己没有任何瑕疵, 好好的招商引资, 要是成了字头罗网, 到时候可没地方说理。 毕竟, 深陷淋雨的滋味谁都不想尝。 何况, 生意人最讲的信誉和财气运到, 一进一出, 生意可就完蛋了。 本来利好的事, 大家都愿意见其成功, 陆宇这么一折腾, 好好的招商扶贫, 可就要泡汤了, 以后谁还敢来。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陆宇, 目光满是厌烦。 盛氏集团愿意接受条件, 投资和西镇和清平村。 圣灵云平静说道, 霓虹超一皱眉, 冷眼寒光, 废气上升, 这对狗男女, 一个是脚屎棍, 把别人搅和走, 一个是财大气粗, 来者不拒, 照单全收。 再看看眼前, 一个主动接受条件, 倒贴都要留下投资, 一个是犹豫不决, 一脸下道的表情, 这样的态度, 简直是打他的脸, 政府还能坑你的保证金不成, 还能胡乱给你安个罪名不成。 霓虹超看向杨永江, 这个黑脸活该他唱。 杨永江明白霓虹超的用意, 这样的招商结果自己有责任。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陆宇, 陆县长, 这个细则就是一把高悬的利剑, 换作谁都会害怕, 尤其是刚刚的李和峰的变故, 太突然了。 你要是一直保留着这个细则, 恐怕将来有没有企业敢来投资, 都两说。 霓虹超点头, 杨县长说得有道理。 沈胜时再次气鼓鼓强调, 最初我就说, 这个细则有问题。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陆宇自然看出, 众人的目的就是想让千和果叶中标的, 挤走盛氏集团。 心中不禁冷笑, 霓虹超啊霓虹超, 这般气凉, 你可真是小人, 既然如此, 就让你如愿好了。 把这个细则规定去掉。 陆宇扫视众人, 看向霓虹超和杨永江, 征求意见问道。 两个人立即点头, 其他人也都跟着点头。 陆宇迟疑一下, 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反问道, 那和封农业违反细则, 这一个亿保证金。 那可以算, 刚刚是制定, 现在我们是修正。 霓虹超当场拍板。 杨永江跟着点头, 表示赞同。 陆宇压下想要笑的冲动, 那个细则, 就是坑和封农业的。 事实上, 就是让一个亿的保证金, 变成合理合法的财政收入, 就算没有细则。 以唐峰集团的经济问题, 那个钱照样会被财政没收, 只不过如何处理, 恐怕就不是封都县, 不是他陆宇能说的算了。 现在, 这些资金, 就要拿来用之于民了。 陆宇压下心头喜悦, 非常凝重地看向杨永江。 陆县长还有事? 杨永江眉头挑了挑, 眼中都是不爽地询问。 有事? 有事就说。 杨永江美好气地说道。 杨县长答应过, 违反细则扣下的钱, 一半交给我支配, 现在和封农业这一个亿, 你看。 陆宇的话停住, 气定神闲地看向杨永江。 杨永江猛然想起这个茶, 嘴里就像吞了二十斤黄莲般冒苦水。 倪红超眉头促起, 陆县长, 那一个一留在丰都县, 是财政收入, 你一个人要掌控五千万的支出, 这是什么意思? 倪红超的目光, 在其他常委的脸上扫过, 言外之意, 陆宇你有点数没有, 不说他和杨永江是一二把手, 那么多常委都盼着有米下锅, 怎么也轮不到你陆宇。 沈圣时坐直身体, 脸上一副冷笑, 轻视之色异于眼表, 满脸都是陆宇眉鼠了。 圣灵云嘴角弯起, 注视陆宇, 很想看看自己心肩上的男人, 怎么扭转。 倪红超的质问, 陆宇一点都没有在意, 平静地说道, 你书记说得非常对。 其实, 我也不想要这个钱。 陆宇看向其他常委, 要是杨县长把我县政府的分工调整了, 我绝对不要这个钱。 其他常委当场愣住, 郁闷, 担忧, 纷纷看向杨永江。 谁不知道扶贫费力不讨好, 谁不知道农业难出彩, 地里能种出骆驼来, 谁也不想跟他换。 杨永江想起, 之前县政府党组会上, 陆宇叫让重新分工, 更是窝火, 他们的。 那么一来, 自己就把人都得罪完了。 陆宇, 工作分工, 怎么能够挑肥练兽呢? 这是不讲党性原则。 霓虹超微微汗手, 替杨永江鼓气。 陆宇依旧云淡风轻, 老神在在, 杨县长的批评我赞同, 但有个问题, 杨县长恐怕没有考虑周全。 什么问题? 杨永江脸黑的都要低沫。 尼书记第一次常委会就提出, 要深入发展农业, 要保证实现经济发展保三的目标。 我分管农业问题, 所以不辞劳苦去各地调研。 大家都还记得吧? 陆宇说完, 看向其他常委。 是有这个事。 焦泽磊第一个开口, 报民国也跟着附和。 陆宇投去会议的目光, 接着说, 农业要深入发展, 没有投入, 哪有产出。 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按照当时常委惠尼书记的定义, 我可是身负各位前程, 难道我就靠两条腿, 一张嘴, 一个调研报告, 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 焦泽磊和报民国再次大力点头。 杨永江和霓虹超两个人脸色难看, 再也挑不出毛病, 当时的确是故意给陆宇压力。 只是没想到, 这家伙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了。 陆宇脸上笑容更浓, 至于扶贫, 现在丰都县的扶贫工作是最烫手的吧? 在座的哪位愿意分管? 就差直接说霓虹超同志, 杨永江同志, 你们亲自来负责呀。 陆县长支配五千万的条件合理, 再说, 这是杨县长之前已经承诺过的, 理所当然。 焦泽磊当场说道, 报民国看向霓虹超, 霓虹几, 陆县长负责的农业问题, 您给的定位很高, 那是不小的压力啊。 至于扶贫, 要不是陆县长调研和直播, 封都县恐怕已经被事理和省理问责了。 其他人没有跟着附和, 但是表情中也多了赞同, 的确是这个道理。 霓虹超是真的郁闷, 坐在那里沉默不语。 会议室内沉默了足有三分钟。 霓虹超不说话, 其他人唯恐被调整分工, 连大气都不敢出, 尽量降低存在感。 杨永江则是没脸说话, 这个资金是他亲口答应的, 谁能想到这小子能钻这种空子。 事到如今, 总不能反过头自己打自己的脸吧。 所以, 他只能是忍了。 好半天, 尼洪超抬头, 看向陆宇, 陆县长, 这五千万你打算怎么使用? 陆宇放下来心, 尼洪超这句话出口, 就算同意了, 感谢尼书记同意。 尼洪超嘴角抽跳两下, 这个陆宇, 真能见缝插针。 他还没说同意, 陆宇竟然来感谢了, 还是先说清楚再谢吧。 陆宇点头, 这五千万, 一半用于扶贫, 这样一来, 能够彰显我们封都县 对于扶贫工作的大力支持, 算是扭转当前封都县扶贫工作 不利局面的重要举措。 尼洪超对于陆宇的这个解释, 是挑不出毛病, 点点头, 这个可以, 我赞成。 杨永江很是不爽的点头, 也表示赞成。 陆宇接着说, 另一半用于农业。 这次调研, 我已经基本摸清了丰都县的种植特点, 比如西部山区, 以河西镇为代表的适合果木种植, 这是发展的重点, 这次河西镇投资, 也是探索新路子。 众人脸上露出兴趣, 纷纷汗首。 东部是平原, 以玉米和水稻种植为主, 尤其是河东镇的水稻种植, 每年产量很大, 质量也好, 但还处于原始种植后的简单, 加工出售, 没有形成更深层次的产品加工。 众人都已经坐直身体, 身为丰都县的县委常委, 很多人看惯了这片土地, 还真的缺少思考, 看不出门道, 包括杨永江。 霓虹超汗首, 鼓励陆宇继续说下去。 陆宇也来了尽头, 继续说道, 初步想法, 是在河东镇建立水稻深加工公司, 采取政府和企业入股的模式进行, 这样我们将河东镇的水稻深加工 实现产业链, 品牌化, 不仅能让丰都县的稻米走向高端, 更是能够驰名全国。 陆宇虽然没有说具体的方案, 一番剖析, 已经给大家勾勒出一幅美好蓝图。 霓虹超的脸上也现出欣喜, 他要打击陆宇, 不等于不要政绩, 这样一手调研后的发展方案, 是绝佳的方案, 难得的方案, 有着五千万的资金支持, 再加上招商扶贫的开发, 必然大有可为, 他自然要感兴趣的。 杨永江很不爽陆宇的表现, 还是点头, 认可了陆宇的想法。 陆县长, 你两千五百万投入够吗? 能找到合作的公司吗? 焦泽雷满是疑虑地问道, 陆宇苦笑一下, 有没有合作公司, 还真的不好说, 但我是真的看好这个项目, 一旦建成, 还可以解决封都县向工业化, 道路探索的问题, 只是, 把剩下的五千万都给你来支配, 我们封都县自己成立公司, 自己经营好了。 报名国建议道, 其他常委中, 有人脸色刷的变化, 露出不悦, 显然对于这个建议不满, 他们也想支配钱。 焦泽雷也跟着说道, 报部长的这个建议值得考虑, 毕竟农业要是发展起来, 那可就解决了我们封都县发展的最大难题, 有了经济的腾飞, 自然就有在座各位的飞黄腾达, 这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一体相连的问题。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霓虹超, 等着他这个一把手的意见。 毕竟, 钱是眼皮底下实实在在的, 发展还只是嘴上的一句话。 霓虹超沉默半赏, 看向露虹, 露县长觉得, 七千五百万, 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众人眼睛都瞪圆了, 没有想到霓虹超竟然真给。 杨永江的嘴角抽出了好几下, 对于这个结果明显很不悦。 露虹没有立即说话, 沉默地陷入思考。 会议室再次陷入安静。 足有三分钟, 露虹抬头看向霓虹超, 霓书记, 关于水稻深加工的未来发展之路, 我们是在探索, 这个成立模式到底如何管理, 需要论证, 我暂时没法给您准确地答复。 原则上来说, 钱越多越好。 露虹停顿一下。 杨永江的双眼, 喷火地看向露虹, 言外之意, 就是露虹太贪婪。 霓虹超没有说话, 看着露虹, 等着他说下去。 若是可以, 给我五千万用于农业投资即可, 这样我可以成立起来一系列的相关公司, 然后完善运行, 实现初期的运转。 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 露虹没有全要, 只希望增加两千五百万的投资。 他这个决定, 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杨永江脸上的怒火将映在原地, 显得有些尴尬。 霓虹超叮着露虹看了好半天, 他是真的看不懂这个人, 要是别人, 恐怕都会趁机多要钱。 露虹居然没有, 真是出乎意料。 好, 那就将这一个亿中的七千五百万 拨给露县长支配, 其中两千五百万用于扶贫, 五千万用于发展农业。 杨永江听到霓虹超拍板, 知道事情已经定下, 不能再说什么, 只是点头, 露县长可不要让我们失望。 露虹很高兴, 霓虹超这个人虽然有些小度机长, 但在大局上, 的确比杨永江和王安光要强得多, 是以发展为重的。 他看向众人, 大家放心, 每一笔钱的支出, 我都会上报常委会, 大家一起研究, 绝对不会私自用权。 露宇这个承诺, 再次震惊众人。 霓虹超内心对露宇虽有不满和愿读, 但对露宇做事的光明磊落, 真心佩服, 不觉笑道。 就辛苦露县长, 今年的秋天, 希望我们丰都县会迎来不同以往的大丰收。 你书记, 杨县长, 各位领导都请放心, 我一定不负众望。 陆宇郑重承诺, 杨永江不好再说什么, 点点头, 表示支持, 钱的事情算是定了下来, 众人都关心剩下的2500万怎么使用。 只是, 霓虹超突然反应过来, 感觉不是为了, 不是讨论细则的问题吗? 怎么成为了讨论钱的问题? 心中窝火, 再次哀嚎, 又被陆宇分散注意力, 主导了常委会。 他心中都是恼火, 看向陆宇开口。 陆县长, 何西镇的投资, 你怎么看? 霓虹超沉声说道, 内心就像一万头羊驼奔腾而过, 百感交集。 杨永江也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忍不住心中都是卧槽。 其他常委也都恍然。 黄萍霜看向陆宇, 差点笑场, 这小子脑袋怎么长的? 必须让汪氏诗嫁给陆宇。 只有圣灵云, 喜悦满满地写在脸上。 陆宇抬手一拍脑袋, 一副恍然和自责的模样, 刚刚说远了, 感谢各位领导对我分管工作的支持。 何西镇的招商投资, 我听从各位领导的建议, 马上回去修改细则, 绝不耽误和杜董的合作签约。 陆宇一边真诚道歉, 一边郑重承诺。 倪洪超和杨永江是闷闷地点头。 只要不是盛世集团, 就可以。 于是, 与杜千和当场研究, 共同修订了细则。 总体上来说, 细则改动更多的为支持投资。 陆宇最初版的细则, 基本推翻了。 倪洪超和杨永江很高兴, 盛世集团竞争失败了, 杜千和胜出了。 他们不知道, 陆宇成功的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重要的是, 细则成为了常委会共同讨论的结果, 不是陆宇一个人的决定。 众人更多精力倾注在排斥盛世集团, 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常委会结束, 都是皆大欢喜地离开。 剩下的2500万, 暂时决定放在财政账户, 大家需要的时候, 再讨论研究。 这次常委会, 陆宇是地地道道的赢家, 不仅推动了手中工作的发展, 让千和果业成功进驻河西镇, 更重要的是为清廷村的未来发展, 打下了基础。 陆宇相信, 有圣灵云的统筹, 肯定会勾画出美好蓝图。 而河东镇的稻米深加工的项目, 也将使整个丰都县的稻米种植的积极性提高上来。 当然, 霓虹超和杨永江更是忽略了一个潜在因素, 陆宇掌控了这些钱, 已经成功地让下面乡镇领导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些人都想奋一杯羹, 沾沾油水, 或者做出政绩, 自然都争抢着想与陆宇结识。 毕竟, 陆宇已经提拔了王培住那个窝了十年的老书记, 现在手头还有大把经费。 与霓虹超和杨永江盯着县里的那些党办委局相比, 陆宇明显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现代版的农村包围城市, 陆宇有钱了, 第一个受益的就是王培住, 他这个扶贫办主任, 瞬间水涨船高。 有人约饭, 有人主动要给他老婆解决工作, 更有人主动去他家中拜访。 王培住有了陆宇的提前提醒, 都一一拒绝了, 他现在只想好好的干好扶贫办工作, 回报家乡, 回报陆宇的知遇和信任。 事实上, 不仅是王培住, 陆宇也一样, 本来没有人理会的副县长, 也是门庭弱势了。 就连洪兴泽, 史宾民, 鸾世东这些与陆宇根本没什么交集的副县长, 都打着汇报的名义过来做作, 顺便沟通感情, 争取能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上分杯羹。 陆宇自然能看出来, 他没有拒绝, 对每个人都是一副可以的样子, 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离去。 陆宇心中很清楚自己的原则, 为了老百姓富裕, 为了丰都县发展, 不是为了某个人, 更不是为了他自己。 当当当。 就在这时, 办公室门又被敲响。 陆宇抬头看去, 进来。 门推开, 锐进兴走了进来。 陆宇连忙起身, 锐县长来了。 陆县长, 我看你现在是真忙了, 来的人也多了呀。 锐进兴笑着说道, 你还不明白吗? 陆宇摇头苦笑, 你肯定不会为这个问题来的吧? 哈, 哈哈。 锐进兴忍不住大笑, 你小子, 这是拒绝我呢? 锐书不是那种人。 陆宇一边给锐进兴泡茶, 一边说道, 的确有不少人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帮忙牵线和你见面, 都被我拒绝了。 锐进兴坐下, 继续说道, 你不像他们, 盯着迎头小利, 你要走得更远, 不能由着他们瞎捣乱。 陆宇心中一暖, 锐进兴这是以长者的身份 在提醒自己, 难得。 锐书放心。 我陆宇不会出卖公家利益谋私。 和我解释这个干啥? 我还不了解你。 锐进兴笑道。 陆宇汉首, 锐书要是有事, 直接说就行。 我是想问问你, 扶贫那边有没有我可以帮你的? 我现在分管文教和卫生, 这方面还是很多会及民生的。 要是可以, 我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帮你解决一些困难, 这样也能让扶贫出点财。 锐进兴很是诚恳地说道, 陆宇的心头再次一暖, 别人来是要力, 锐进兴才是真正的朋友, 过来帮自己。 锐书费心了。 我这也是权为民所用, 要在我退休的这两年, 能为封都县的扶贫, 做出一些政绩, 将来说出去, 也是我的荣耀啊。 锐进兴倒是很坦然, 陆宇连忙摆手制止, 锐书的情谊, 陆宇深计。 不说这些了, 还是研究一下可行的方面吧。 锐进兴转回话题, 这次下去调研, 发现农村很多病患救治还是很难, 因病治贫, 虽然有很多政策托底, 真用起来, 并不简单啊。 陆宇略做沉思, 继续说道, 若是可以, 能不能从封都市人民医院抽取专家, 上门服务, 帮助那些病人诊治。 这个建议好。 我回头与卫生局研究一下, 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锐进兴说道, 陆宇点头, 农村都有新农河, 倒也花不了多少钱,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锐进兴很高兴, 这件事我尽快落实, 教育方面呢? 教育方面, 我建议针对贫困家庭的学生, 出台一个专门的帮扶计划。 这个计划, 我们是有的, 只是每年的落实就是那样。 锐进兴说道, 我建议这个计划中加入一些条款, 陆宇提议。 什么条款? 锐进兴感兴趣地问道, 比如, 让这些受到资助的学生, 尤其是上大学的学生, 毕业后回封都县工作两年或者三年时间, 一方面给他们增加社会经验, 解决就业苦难,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封都县的未来发展, 注入人才力量, 毕竟封都县不能单纯依靠农业发展, 你看呢! 锐进兴瞪大眼睛, 一拍大腿, 接着满脸都是欣喜地说, 这个建议太好了。 封都县正面临这个问题, 人才引进难, 一直是个头疼的事儿, 怎么没想到究竟选财呢? 陆宇点头, 相情难舍, 这次清平村的经历让我感受很深, 我们封都县会越来发展越好, 到时候, 有了这个条款, 加上我们筑起来的凤巢, 引来金凤凰就不难了。 行, 我这就回去研究方案, 到时候你再帮我摆一下官。 锐进兴很是兴奋。 瑞叔辛苦了。 陆宇真诚说道, 不辛苦, 要是成功了, 未来我锐进兴恐怕会成为封都县的名人。 哈哈, 那瑞进兴很是激动。 瑞进兴并不知道, 陆宇给他指明的两条路, 是在帮助他出政绩升迁。 当然, 陆宇也没有想到, 这个新条款, 为他未来全面发展封都县, 打下了人才基础。 瑞进兴刚走, 陆宇的办公室门, 再次被敲响了。 进来, 陆宇揉着太阳穴说道, 有点头疼, 以前是身在闹事无人问津, 现在房门都要被敲烂了。 办公室门推开, 进来一个身材高挑, 体型消瘦, 戴着眼镜的男人。 陆宇看到这个男人, 脸上瞬间都是笑容, 乔局长来了。 乔以良就是一愣, 没想到陆宇会这样热情。 乔局长, 快请坐。 陆宇让着乔以良, 热情说道, 陆县长, 我之前不来汇报工作, 你, 你不生气? 乔以良满脸愕然地看向陆宇问, 我生气什么? 你这个农业农村局局长, 干得不错, 本职岗位旅行得很到位。 我应该高兴才对。 陆宇如实说道, 乔以良的脸上都是复杂和难以想象, 他很清楚之前扶贫办主任吴广义的事情, 更知道陆宇的调研。 但是农业农村局, 自己一直等着, 陆宇却一直没去, 这是他一直搞不懂的地方。 现在, 陆宇手中有钱了, 他虽不势利, 但农业的经费问题是大问题。 今天硬着头皮, 才上门来找陆宇。 陆宇如此热情, 实在让他出乎意料。 陆县长这么相信我。 看着这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陆宇脸上的笑意更浓。 我要是说出为什么相信你, 你肯定会笑。 乔以良一愣。 第一, 农业农村局不是什么好单位, 这个局长不好当, 所以你不受重视。 陆宇说完, 看向乔以良。 乔以良的脸色有些微微激动, 更有些复杂。 第二, 你这个局长是刘云峰市长当时任用的, 已经三年多了, 就算是王安光, 都没动你的位置, 我自然相信你。 陆宇的话再次语出惊人。 什么意思? 乔以良差异询问。 刘市长当县长的时候, 最重视的就是农业农村问题, 所以肯定会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才。 他选择了你, 就是看好你, 你也用实际工作证明了你的能力。 陆宇停住。 乔以良的表情非常凝重, 他想到当日刘云峰找他谈话时的情景, 刘云峰有一句原话, 一直让他铭记在心头, 丰都县五十万人口的粮食问题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 三年来, 乔以良履职尽责, 兢兢业业, 一直在努力地解决农业农村问题, 为丰都县农业农村的发展, 可以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云峰没有看错。 他用实际行动回报了刘云峰。 正因为他是一个清廉且没靠山的人, 故而陆宇分管农业, 他都没有来汇报工作。 只是没有想到, 陆宇竟也会如此相信他, 出乎意料。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陆宇再次开口。 什么原因? 乔以良压下激动问道, 王安光热衷权力, 但一直不动你的位置, 说明他也认可你, 想让你保证丰都县的农业发展。 你能被刘市长提拔, 被王安光认可, 稳坐这个别人觉得烫屁股的座位, 我有什么不相信你的。 陆宇真诚地说道, 乔以良的神色变得无激动,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自己都没想过这些问题, 陆宇点破, 恍然大悟。 陆宇没再说话, 让乔以良冷静一下。 过了一会儿, 乔以良他看向陆宇, 陆县长, 你分管农业, 有没有什么指示? 此刻, 对这个主管, 自己的副县长陆宇, 他真心地钦佩和敬重了。 陆宇笑着, 看向乔以良, 现在的农业农村问题, 要把握好两个原则。 乔以良连忙打开本, 开始认真的记了起来。 一个就是稳定。 这个稳定, 就是之前你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的延续和稳定。 当然, 有些问题也要解决, 不能把问题积压下去。 乔以良连忙点头, 陆宇掌放心, 我回去将问题仔细分析后, 形成专门报告报给你。 陆宇汉首表示赞同, 接着说道,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就像我这次争取来的五千万, 这是一个深加工探索的路子, 必须让农民获利, 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乔以良连下后, 放下笔, 看向陆宇, 陆县长, 关于这个, 我已经听说了。 但是我没有想懂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陆宇询问, 将来成立这个公司, 是经营获利呢? 还是让农民多提高收入呢? 乔以良很严肃地看向陆宇问道, 陆宇听到这个问题, 非常满意, 乔局长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你的理解是什么? 赚钱。 乔以良如实回应, 那你渴望的是什么? 陆宇笑问, 老百姓增收。 乔以良回答, 那你的想法, 是不是我们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 让老百姓增收, 我们中间赚钱, 是不是? 陆宇询问。 乔以良没有明白陆宇的意思, 但还是点点头, 是这样的。 陆宇摇头, 要是走这条路, 那就是一个让人的欲望不断膨胀, 然后永远无法满足的路子, 最后只能沦为很多人逐利的工具。 乔以良愣住, 略做思考, 也同意的点头, 的确如此。 那么, 陆县长的意思呢? 平台和品牌, 这是我们要做的。 陆宇说道。 平台和品牌, 乔以良愣住。 陆宇点头, 是这样, 我们要给农业, 农村和农民, 搭建一个网络销售平台, 同时要打造一个过硬的本地品牌, 让老百姓的产品依托平台实现直销, 这让他们的价格是市场控制的, 市场向来以致论价, 质量自然不会马虎, 这样就会实现市场调节, 收入和质量平衡, 品牌和口碑稳定, 不会出现今年粮食贵贱, 赚钱多少, 明年种植积极性高低不齐, 乔以良脸上露出欣喜神色, 点点头, 这个建议非常好。 还有, 经过我们这个平台, 老百姓实现自己赚钱, 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销售价格, 这样可以让他们获利更多, 让市场化的观念进入他们的内心, 改变观念就是改变生活之路。 陆宇接着说道, 那我们没有收入吗? 乔以良看向陆宇问道, 税收,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增加税收一项, 补贴财政, 同时, 为这个平台的维护, 收取一定费用, 不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了吗? 乔以良豁然开朗, 抬手一拍额头, 陆县长的思路真好, 这样就可以打破现在的网络销售层层提成的难题了。 农民直接到手的收入马上就增加了。 陆宇没有立即回答, 沉默片刻说道, 这还是谋划阶段, 中间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到时候需要磨合过程, 但是这个路子是值得探索的路子。 我明白, 我明白。 乔以良连连点头, 那, 我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这五千万的支配权也一并给你了。 陆宇笑道, 乔以良,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继续吧。 再继续吧。 再继续吧。 感谢观看